大家好,又回来我们的《望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事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好了,今节我们讲讲澳洲的事情 澳洲是什么事呢? 其实澳洲和美国,还有就是英国的AUKUS 联盟 即是澳英美联盟 已经成立了不知不觉的有两个星期 很多其他国家的媒体就评论这个联盟 我们也看看澳洲本地的媒体和学者是怎样看的 当澳洲、英国和美国的政界宣布这个联盟 当然是一个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联盟 这个消息的余波是迅速地在全世界发起的 从北京到巴黎 和台北到东京 从雅加达到新加坡 从新德里读这个塔拉雅 大家都甚为紧张 之后美国和澳洲也举行了年度的部长会晤 澳洲总理我们总理的Scott Morrison 摩总也亲自去了美国 和拜登和五角大流的高官是会晤的 另外还有一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The Quad 四国领袖也是首次地 混习在美国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澳洲媒体终于自己也要认真地发声 就好像这个最有代表性 ABC澳洲的公营媒体 邀请了四位澳洲安全战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 分析现在这个ABC澳英美联盟 三边关系背后的意义冲击 和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总理就认为 这个新的联盟是几十年来 最为重大的国防和战略方向的改变 当然对于澳洲来说 他就觉得其实很多澳洲人都这样觉得 就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时刻 从历史角度来看 澳洲早就是情报组织五眼联盟 和澳新美联盟的一份子 这班专家认为 其实澳洲澳英美联盟的三边关系 只是历史的延续 专家认为 这个联盟表明了坎培拉 但是可能认为需要设计新的伙伴关系 来制行中国的崛起 来自西澳大学的政治系 澳洲教授陈杰博士 他就说 五眼联盟是一个情报分享的组织 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比较松散和多 议题的框架 澳美新传统联盟是一个狭窄的 防卫上的合作 为什么说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比较松散和多 议题的框架呢 因为印度 看上去的势 不是很想和中国撑到大行的 虽然印度和中国在边境上 经常有冲突 陈杰博士就说 澳洲政府 很明显认为 需要更深化的联盟系统 AUKUS英美联盟就是一个这样的联盟 可以更加广泛地压制中国的崛起 AUKUS澳英美联盟 是二战之后 美国和英国 深度军事合作的首次扩大阵容 即是把澳洲立进去 他也说 中国 越来越不会比澳洲 在大国之间选择的 余地 这个他说而已 他也说近年来 在贸易上 中国对澳洲的 一些 手段 或者措施 令到 莫里森政府 是会向美国那边谈到 其实我觉得是倒转来说 这位陈杰博士 我觉得是因为澳洲一面倒地倾向美国 所以只可以令到中国有时候要出手 我是这么看的 另外澳洲 亲民主组织 他的名字 就叫做民主中国阵线 的主席 秦普博士 他就赞同这个观点 他就认为 澳洲这次是清清楚楚地站在美国的阵营 这个是事实的 其实 不是 有August 联盟 其实澳洲 都是清清楚楚地站在美国的阵营 他也说澳洲不在 不在油泡琵琶半遮脸 这样 就再不会做剧场派了 另外来自麦克罗里大学的 王女森博士 他就说 坎培拉害怕的是 北京再试图改变印太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 王博士他也说 August 澳英美联盟 亦给出一个很强势的象征意义 象征什么呢 就是说 美国重返亚洲 澳洲的地位 是提升了 他也说澳洲的军事及军功能力 将会大大提升 其实根据法国媒体的报导 就是 他这个是 又说引述消息人士 他就说 基本上 澳洲以后 叫美国拿一些 先进的军事技术 是并不难的 王博士也说 另一方面 美国算是真正地信任澳洲 亦都意识到澳洲的重要性 另外一位来自迪肯大学的 战略学讲师 叫做 管佳博士 他就认为 坎普拉的做法 令人并不意外 虽然在国际上 澳洲是一个中等的国家 但是 在南太平洋 澳洲一直认为 自己是一个大国 事实上澳洲的政府 都是这样觉得的 他又说 澳洲觉得所有的 南太平洋盟友 都要 抱他的大腿 即是要 叫做 拥护他 由于各种原因 澳洲认为 没有独立能力 来保护自己 所以 要发挥这个影响力 就要靠 美国的支持 这样才可以令到 他们在南太平洋的地位 得以巩固 管阶博士也说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美国对澳洲的各个领域 好像 智库 教育 媒体 国防 经济上的影响力 他也认为 AUKUS 澳英美协议 有可能会令澳洲失去主动权 甚至是主权 之前 澳洲 前工党总理 洛克文先生 和 Paul Gating 即是保罗Gating 也有类似的担忧 保罗Gating 亦评击了 为了一个所谓 已经是令由厌倦和即将退潮的 Anglo Session的世界 即是 安格鲁撒克顺人的世界 其实他就说澳洲是背弃了21世纪和 亚洲世纪的 因为他一直都是主张一样的 其实澳洲 是最近 亚洲的西方国家 亦都在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 另外一方面 这一项 新的三边安全 安全伙伴 同盟关系 即是他们说是安全伙伴 我就觉得 是互相利用的 他们 亦都宣布了 现在新的 以英与世界国家 这三个国家为主体的新的关系 不过 对外提供的 资料实在 太少 陈杰博士就觉得 看上去 AUKUS 澳英美同盟三边关系的宣布 看上去好像十分仓促 澳洲甚至 在事后需要在外交层面上对 盟国和邻国进行安抚 还有对话 是否才发觉 另外 来自墨尼本大学的华裔学者 卓绍杰博士 他就说 这个可能 存在着双重原因 他就说 在 澳洲国内 澳洲的联邦大选 可能下年就到了 澳洲总理 Scott Morrison 在防疫和疫苗方面 算是早段时间 算是比较差的表现 需要找另外一个话题 即是转移视线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在国际问题上 南海成为了澳洲 关注的焦点之一 他就说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南中国海 已经在政治 华语中 成为了澳洲安全利益的一个 大部分 而且是越来越大比例 因此澳洲 需要一个 远程的操作手段 卓绍杰博士就说 现在 这个所谓的远程的操作手段 成为了澳洲的 战略必须 另外 核潜艇协议 其实是没什么细节出来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 依然是在这个讨论阶段 只不过是说给你 根据这个伙伴关系 美国将会分享 机密核技术来帮助澳洲 转向核动力潜艇的过渡 这个亦是AUKUS 即是澳英美联盟的第一项 举草 其实 澳洲当前的潜艇 系列 是推进系统 一直 都是比较落后的 即是这些博士们觉得 还有 都是传统的 叫做 柴电式 潜艇 而这项协议 将实现核动力推进系统 但是 就不涉及核武的 这个我们总理经常强调 因为新西兰对于核这方面 是十分十分敏感的 另外 来自昔尼大学的国际安全研究中心 副教授 袁敬东博士他也说 有关核动力潜艇的事业 要在今后一年半期18个月再进一步磋伤 而AUKUS 即是澳英美协议的细则 目前真的很少 所以可能暂时存在真空状态 袁敬东博士他也说 核动力潜艇技术的 转让 和其他 先进技术的研发方面 三个国家将有更加多的合作 亦互相依靠 不会吧 英国 美国应该不会拿澳洲的技术 发挥各自长处 澳洲的长处就做烂头却 一美向前冲 袁敬东博士也说 这个协议 是澳英美三个国家 复合体的一次全面整合 当然 是什么复合体呢 就是军工复合体 上星期 我们总理Scott Morrison 摩总 在访美期间亦特意访问了五角大楼 希望进一步敲定 协议的具体合作事项 袁敬东博士和陈杰博士都觉得 目前核动力潜艇只是讨论阶段 距离建成 一支潜艇队伍 还是很遥远 甚至可以说遥遥无期 随着跟4P科技的发展 核潜艇 还是不会 继续进行 我想是继续进行的 袁博士和 陈博士你不用担心 不过 他们提出一个疑问就是 到了 十几年之后 核动力潜艇会不会还是最佳选项呢 就无法决定了 也没办法知道是不是 他们也觉得 AUKUS 澳英美联盟 目前的 宣传意义是大 实质意义 因为 实在没有关于深度合作的任何细节 所以不可以研究 另外 AUKUS 是否会改变世界格局呢 其实 澳英美联盟三边关系 在核潜艇方面达成的协议 亦意味着 澳洲将放弃之前和法国 达成的一项 900亿澳币的常规潜艇 合同的理行 当然在澳洲的一个地方 在许智峰住的阿德雷德进行的本尼 法国方面 就十分愤怒回应 不单止 前所未有 从美国和澳洲召回了大使 而且 马克龙总统还敦促欧洲 在太平洋地区 自力更生 保护自己 没错 他日前和希涅 签署了30亿欧罗 新的 军事合同 亦是说 欧洲不可以再幼稚 一定有自己的实力 甚至 要有自己的一支军队 发觉 目前亦都没有意 叫 驻澳洲的大使 回去坎培拉 现在还在巴黎 驻澳洲的大使 我们总理Scott Morrison 魔总亦都没有办法 跟马克龙 可以谈到电话 马克龙就说 他就说 你要有实质性的基础 和 有严肃的准备 才会跟你再谈 其实 这个也挺虚无缥缈的 哈哈 也挺虚无缥缈的 另外法国方面不断强调 长达半年的 澳英美三边关系 即是AUKUS这个联盟 是骗着法国来进行的 哎呀 多于依依为女 多于生乐女 是不是多于 自私的宝女 哈哈哈 说玩笑而已 这个梁汉文的 依依依依的 男人 他依依依的法国 哎呀要躲起身 真是惨 哎呀 或者伤了三个心 之前我都唱过了 马克龙总统 亦都说 这些不是盟友之间该有的行为 那时法国真的很生气 现在 澳洲和法国的关系 亦都陷入了疆国 印太地区 其他国家 亦都对澳洲的核潜艇案 是态度不一 袁敬东博士就说 从 以前的经验来看 法国会逐渐地修复 和澳洲还有美国的关系 其实 和美国的关系 都是修复得 好了一点 态度算是软化了 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 就认为 AUKUS 澳英美联盟三边关系 会令到这个地区的 军事竞赛 当然是军备竞赛 就会升级 其实也有一定道理 当时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亦都说 要飞去 中国 问一下中国意见才行 当美被吻 澳英美三国的 新三边关系 是不是在 印太地区引起美国其他盟友的 不开心的时候 袁敬东博士就说 区别对待一直存在 并不是现在才出现 他就说美国向来将盟友是有区别对待的 特别在出口先进武器或者转移先进技术方面 他也挺老实 事实上是 北约 其实就是 美国的首选国家 我是不同意的 现在北约 其实势是弱了 我觉得 将来 印太地区的国家就是他首选 可能是南韩 有机会 南韩 当然澳洲也是印太地区 接下来 袁博士就觉得下一层 转移技术或者将先进武器售卖的地方 就是亚洲 的一些 非北约国家 就是关系密切的 盟友国 包括日本和 澳洲 其实南韩也应该是 他没有数下去 其实 现在 亦都有人觉得 这个 AUKUS 澳英美联盟 和全球的地缘政治的结构 的重组 是有关系 或者是 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结构 好像 来自吉林大学国际关系 研究所的副所长 孙兴杰先生 其实他就经常在西梅写的 他在伦敦金融时报经常出闻 他就说 现在 几个影响 第一就是 这个 潜艇危机背后的海权国家的 集体的整合 潜艇危机即是 紫核潜艇 这个 案子 令到法国不开心的这个危机 当然指澳洲和 美国还有英国 我们看到 澳英美联盟 其实就是安格鲁 撒克逊同盟的扩大 亦都是 美英特殊关系的扩大 从常识来说 英美澳三个同盟 建立 不可能是 临时 起义的 他的 观点 这位来自内地的学者 和澳洲的学者 想的 不同 澳洲学者觉得他是创冲 建立的 但是我更加相信 是一个详细的打算 其实我是 拜访这图 即是拜访内地学者说的 还有 我们看到 澳洲撕毁了和法国的合同转移向英美购买 核动力潜艇技术 而且涉及到核动力潜艇的转移 亦都是 1958年 美国向英国分享 核潜艇技术 之后第2次同盟又分享 核潜艇技术 这个 亦是 这次 危机的不同 反响之处 因为对于澳洲来说是首次 以前只是对英国 另外 我们看到 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 就是 AUKUS 澳英美同盟 是构成了 全球的军事同盟 在地球意上 我们将三个国家连在一起 看看 原来 是形成了一个叫做全球性的 权力漏斗 澳洲的地缘 战略的价值 这次是得以特显的 从欧亚大陆的角度来看 澳洲 在孤原于爱 我们叫DOWN UNDER 在地球意的下面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 大棋局一就是 在欧亚大陆 没错 北弱 即是跨大西洋的合作 那么 从 从欧洲到中东 再到东亚 21世纪的 前20年 美国 是在中东 耗费巨大 其实它是说阿富汗 从 阿富汗撤军 就是美国战略收缩 和调整的转折点 这个包含 两层的战略意图 一就是美国要 转换战略的期间 中东 甚至 包括欧洲 再不是 美国的 战略优先 这个欧盟自己也这么说 拜登宣称结束的 不单止是阿富汗的战争 而是结束美国以武力重造的另一个国家的时代 对于海权国家的美国来说 在欧亚大陆进行长期的绿战 是犯了战略大战的 一战和二战 美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根皮力尽 才出兵 是在欧洲国家根皮力尽之際才出兵 另外 澳英美同盟 亦意味着美国 重归海权系统 整合和集结海权国家联盟 建造美国主导的海权国家的 核心圈层 这两项战略 的调整 就会造成 一个态势就是美国的战略重心 从欧亚大陆转向印太 这个不单止是最近20年来美国 最大的战略调整 亦都是二战结束而来 美国全球地缘 战略的大调整 这个也是说得挺好的 所以其实 这个AUKUS 澳英美联盟 事实上 是可以影响世界的格局的 因为美国 亦都是从这个联盟 看到它是一个大调整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